边境检疫天处放宽 缩短成7加7 旅客入境PCR后 7天之检期满快筛 就可以进入7天自主管理 单向南韩第二季覆盖率达87% 第三季68% 65岁以上三季更高达90% 考步药一个月超过10万剂 一时判建制认为 南韩有疫苗有药 但轻忽疫情低估规模 降低警戒停止疫调资格 太早放宽 南韩考完期末考了 台湾拿到考古题 回答一样的题目 要填上同样错误的答案吗 五天甚至三天 到年底甚至完全都不用割 前提都是说检疫期结果 你都是栽检的阴性 而且都没有症状 那这个才会适用 医师李明正担心 肌检缩成7加7 感染速度势必加快 中正任病患增加 恐怕会延迟看诊救治 其他疾病可能因 大量新冠病患而遭到排挤 造成死伤上升 六月实施恐怕太早 这次注入一定注入 高得会更快 但是去诊数会更多 其他的变种带进来 以此的复杂度严重 去加去就会有那些危险 专家黄利明也认为 检疫期缩短后 新变种病毒 比如B1.4 B1.5 可能会加速进入台湾本土 七天好像来看的话 对于这种病毒的传播 应该还算是安全 主要中心对放宽边境有信心 但专家认为 现在放宽7加7 恐怕还太急 就怕有新变异株 让本土疫情更严峻 这样就是 淘昭人台北财富谋道 18告诉尸体地缩短其在 比较键 小费 确 理